我們說到中國正前發動 聯合來減 理工理事BN10引起國際批評 我們總統率正到早期 和國安會秘書長 五教協 跟國防部長 國立鄉 去到東風的海軍 海風機動中隊 免禮海軍 法加菜金 我們來看早期上新的外賓 是主播 總統今天來到東風海軍 海風機動中隊來實在 可以看到這個離我們 比較近的這台是鄉里飛檔發射車 抗議這台是鄉里飛檔發射車 總統今天特別在飛檔發射車 前陣跟官兵做回來 那上也有發威 總統也扳發到加菜金 給官兵 主要就是因為 中國在十四的時候 在臺灣附近來進行到差不多十三 點鐘的聯合力減 理工理事BN10 對海空方面 對臺灣的施加軍事壓力 我們的國軍也有海巡 也進行聯合任務來應對 所以總統今天來違反官兵 不過 總統 理會說 中國媒體報道 有支出臺灣的 鄉風飛檔機動發射車 保守的位置 國防部長還有理工是強調 國軍會進一步 強化應對出事 國防地軍無法掌握 我們的機動部隊到底在哪裡 另外這行修好臺灣空益 重要任務的空軍 在今次的中國演習 也出動戰機 香港部隊這些兵力全民改變 總統也有到空軍做戰機 飛步來示範 另外也有淡水去為問這次的任務 主要應對中國海境的海巡 關兵 感謝大家團結 做回來維護臺灣的主權 以上就是現場的進行 中央頭 高登記號出報